《苦难与死亡的余月》 十六 耶稣被埋座 第二天 即预备日以后的那天 施制者和法利塞人 同来见彼拉多船 大人 我们记得那个骗子活着的时候 曾说过 三天以后我要復活 大人的原文可以是晚辈对长辈的称呼 或者下属对上司的称呼 所以施高亦做大人 不过在福音里面 这个亦是门徒对主耶稣的专称 《马逗福音》可能在这里暗访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说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墨西亚以色列的君王 但是就认一个外邦人为自己的主 耶稣曾经告诉几个经司和法利塞人 有如若纳曾在大嶼福中三日三夜 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三日三夜 耶稣藉着这样预告他死后的复活 不过从司制长和法利塞人的建议可以见到 他们根本不理解耶稣预言的真正意思 他们和比拉多建议说 为此请你下令把守坟墓直到第三天 怕他的门徒来了把他偷去 以对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 那最后的骗局就比先前的更坏了 司制长很可能受到杀到失人的影响 不相信死人会复活 但是其实法利塞人本来是相信死人复活的道理的 在这里 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不论党派 一律都不相信耶稣会从死者中复活 即使耶稣复活了之后 他们也不相信看守的兵士的报告 继续编辑谎言去欺骗人 司制长和法利塞人口中 耶稣先前的骗局 是指耶稣公开传道期间的宣讲和教导 最后的骗局 就是指耶稣预言他将从死人中复活 从而得到平凡 他们这句话充满讽刺意味 首先耶稣的复活 的而且确比他在世时的传道工作 更能聚集更多人归于他 因为他在世的传道工作 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他的死而复活 就位及世世代代普天下的人 其次 这句话也可以应用在犹太宗教领袖身上 他们最后的骗局 即是否认耶稣的复活 比起他们先前的 无险耶稣 五道以色列文 离弃天主的法律和他的受负者 他们最后的骗局 果然比先前的骗局更坏 不论是刚出世 仍然在强暴中的时候 亦或是死后被包裹在念暴中 犹太宗教领袖都勾结外邦的掌权者 反对甚至谋害耶稣 更准确地说 犹太宗教领袖 对耶稣的敌意和谋害 从耶稣的诞生 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之后 从未减退过 他们会不会成功? 在《圣运》第二篇中 诗人问 曼邦为什么囂张? 还问为什么妄想? 敌对耶稣的人千方百计 搞尽脑汁 用尽一切预防措施 揭力阻止耶稣的门徒 去宣告他复活的喜训 但是人类卑微的力量 能够和天主神圣的大能较量吗? 诗人继续说 座于天上者在冷笑 我主对他们在热诈 人类无法抵御地震、天事 和这些自然或超然的现象 所代表的天主神圣的大能 阻挡不了耶稣復活 亦都映顶着他复活起信的广泉 中文字幕提供